在今天进行的一场常规赛中,胡人坐镇主场因115比124不敌火箭,但是相比于比赛本身,在第四节比赛还剩下4分13秒时, 火箭球员保罗和胡人球员龙多,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拳击赛,赛赛后成为了NBA的当月头条,不过在今天的比赛之后,除去两位当事人龙多和保罗之外,被议论最多的就是胡人球员英格拉姆了,因为在今天的冲突期间,英格拉姆的表现看起来有些争计,在这段冲突期间,英格拉姆先是推了哈登一把, 哈登则是选择稀释宁人的态度,随后在保罗和龙多冲突爆发之后,英格拉姆第一时间冲上去,对着保罗做出一气凶狠的挥拳动作,因此,裁判做出的判拔,除去龙多和保罗之外,第三个被驱逐出场,的就是英格拉姆了。 不过在今天的比赛之后,作为胡人的领袖,詹姆斯也是在媒体都纷纷指责英格拉姆的时候,站出来维护了自己的小兄弟一把,在我与他相处至今的很短时间内,我爱必爱,无论如何我都支持他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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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